不长得像鬼脸一样的东西 竟然就是范马刃牙的大脑 在和地表最强生物决战之前 神医红叶特地为刃牙进行了全身的检查 虽然对于范马新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 但刃牙还是十分感谢红叶 刃牙走后 红叶开始分析刃牙身体的各项数据 可当他看到刃牙的脑部CT时 红叶顿时被吓了一条 因为刃牙的大脑和普通人的完全不同 他的大脑已经不能被称为大脑 而是一颗真正意义上的鬼脑 就连脑部专家早墓也从未见有这种大脑 这在医学史上简直闻所谓 若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18岁高中生的大脑 但早墓肯定的是 这颗大脑的主人一定是个恶魔吧 与此同时在一处公园里 无数的老鼠涌上街道 爆发了剧烈的鼠潮 其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竟是刃牙在公园里溜安 第二天刃牙刚出门准备上学 可抬头一看刃牙竟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两人四目相对尴尬到了极点 原来自从上次擂台大赛之后 烧江曾找到战败的小飞 并给予他充分的鼓励 但对于烧江来说 他对小飞的爱情停留在里面 听到烧江的话小飞彻底崩溃了 别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可结果你却想当我骂 小阿里瞬间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 但能和任牙在感情上拼斗误开 自己也不算输得太惨 时隔半年烧江和任牙再次相见 烧江很好奇任牙消失的半年里都在做什么 不知不觉中 两人的手再次拉在了一起 放学后任牙被几个小混混堵在了墙角 眼看任牙不打算交出钱包 混混老大直接掏出40米长的大刀 感受到了危险气息 任牙体内的饭马血脉瞬间被激起 在他眼里混混手中的刀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最终居然变成了钥匙扣一样的大小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突然出现 此人正是任牙曾经的老师川普先生 如果他再晚来一秒 估计这几个小混混就要横尸接口了 眼看不妙的混混把腿就跑 任牙和川普也是很久没见 两人来到一处咖啡厅 川普已经听说了任牙即将和勇次郎开战 他这次来就是想让任牙放下仇恨 毕竟勇次郎那种丧心病狂的人 可不会因为任牙是他的儿子手下留情 然而对于任牙来说 他的母亲可不是普通的母亲 四年前任牙第一次挑战父亲泛马勇次郎 可年幼时的他实在太弱 只能被父亲按在地上一顿暴走 在任牙被勇次郎打到昏迷的时候 是他不顾一切地挡在任牙的面前 即便最后被勇次郎给活活地勒死 他也没有丝毫畏惧 母亲死前最后的样子 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任牙的脑海 他发誓要为母亲报仇 如今自己终于有了能够击败勇次郎的实力 怎么可能违背当初的誓言 哪怕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次 这次任牙也要和勇次郎决一死战 他向川普深深地鞠了一躬 感谢他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照顾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任牙 因为打倒勇次郎的宿命 就是任牙对母亲唯一的报答 それは母亲的優しさへの答え 仇討致ではない